大家看一下,这个是种的褒羊酒,甜瓜 也是采用无土栽培的 这是栽种了,应该是大年27,28栽的 看一下,整个长势情况 这个棚是搭建了三层膜 所以,像我来到这棚里面以后,蹲到这,站不起来 因为这个第三层膜太矮了 这个时候,这种甜瓜的田间管理,我们要注意 预防慢枯病,是至关重要的 慢枯病,基本上你治是治不了的 你得了慢枯以后,基本上你这个秧子就包废了 这就等下面发到刹,有可能还会再接一个瓜 这个慢枯病,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它主要是,就是说我们前期,特别是在这个甜瓜 第五片叶到第十片叶之间 这个时候很容易出现净裂 净裂,形成伤口以后,这个病菌有可能就会 沉染到这个微光树里面去了 最终造成了这个慢枯病的发生 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一般建议,我们这个甜瓜苗画面结束以后呢 一般呢,七到十天呢,我们要喷一次 这个防止慢枯病的一些药剂 一般你像用复壁均安 这个就比较好,可以用本米夹换座 复配复壁均安都可以 然后呢,另外呢,注意就是盖肥的应用 尽可能的,别让它缺盖,缺棚 还有一个呢,就是 因为到第四片叶,第五片叶开始以后呢 根系缓棉接收了,根系发达了 然后呢,这个水分呢,以前缓棉的时候呢 这个净杆水分是很少的 根系不好嘛,这个缓棉嘛 缓棉接收以后呢,根系长老了以后 它这个水分呢,就是说供应比较足 但是呢,你这个净杆呢,还没有形成木质化 这样的情况下就容易开裂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这个营养要均衡 浇水呢,一定要均衡的去浇水 保持这个土壤啊,或者是无土栽培的话 保持这个机制的湿度啊,60到80 就会大大降低,这个静感它的开裂